从这一节开始,我们来讨论贴图坐标 当我们制造好模型,我们需要附上纹理,把它渲染成我们所需要的外观 贴图坐标就是纹理和模型相对应的桥梁 为了说明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个桥梁,以及如何制作这个桥梁 我们先从最简单的情况开始 我们现在创建一个最简单的模型 我在这里创建的是一个多边形的平面 在弹出的选项中,我将subdivision along width and subdivision along height都设为1创建 这样我就得到了一个最简单的多边形的平面 我现在假设这个平面是墙上的一幅画,我给它贴上一个纹理 在这里我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材质 有一张纹理贴到这个材质的color属性上 现在我指定给这个平面 现在按6 现在从视图中间看 我们这张纹理已经贴到了这个平面 除了在比例上似乎有点问题之外 好像贴得很好 这是因为我们像这样创建的平面 它都有一个缺省的贴图坐标 那么什么是贴图坐标呢 我选择这个面,然后点击右键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边有一个UV 这个UV就是贴图的坐标 我现在在长级中间框选一个点 我看到它呈绿色 那么我现在选择的就是一个贴图坐标 在下面的提示上面说 有些元素是不能够在3D空间中间移动的 因为我当前的工具是移动工具 如果切换到选择工具 它就不会有这样的提示 我选择了这个点 实际上我选择的不是顶点 而是它的UV 也就是它的贴图坐标 为什么贴图坐标叫做U和V呢 我在这里打开Scripteditor 我看一下 它在这里表示我当前选择的是什么元素 现在它当前选择的是Map0 也就是说它第0号UV坐标被选择了 第0号贴图坐标 那么这个0号贴图坐标Map0 它是一个什么数字呢 它是有两个每一个Map 比方说Map1 这每一个Map里面呢 都是有两个数字组成的 是一个X和一个Y 就是说用坐标来说 就是一个X轴向的 一个Y向的 一个两个数字来表示的 我们先在Photoshop中间将这张图打开 这是在Photoshop中间显示的这一张贴图 在这个贴图上面呢 是左下角 右上角 这是我们这张贴图的两个极点 那么这一点 从这个Photoshop上的像素点来说 它呢 就是0和0的点 然后这边呢 是最大的点 我们看一下我们现在这张贴图 有多少个点 它有600 乘以873个点 但是在三维软件上 我们考虑贴图坐标的时候 我们不去考虑它究竟有多少个点 我们考虑的是一个百分比 比方说在这里 我们考虑它为0和0 那么在这里 我们就把它设为1和1 我们在这里呢 把它的贴图坐标 这里是0 那么这一点 这一点 定为1和1 那么x轴的方向 我们定为横的方向 y的方向 就重的方向 但是在三维软件中间呢 我们为了区分在三维空间上的x和y 我们就把横的方向 我们定为u 比如在考虑贴图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x的方向 我们把它叫做u y的方向呢 我们叫做v 所以x就是u y就是v 它们是相同的 之所以这么叫 是为了方便 是为了区分三维空间 和二维的平面空间 所以在mine中间 我们选择的这一点 实际上我现在选择的是 这个uv 这个uv是map0 map0 它就是由x0和y0组成的 那么这一点呢 我们就想到 它应该是由x1和y1组成的 这一点呢 就是由x0 y1 这一点呢 就是x1 y0 那么这个面 就占据了整个的 我们的贴图 因为我们整个贴图 是一个长方形的 而我们的面 是个标准的正方形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图像被拉伸了 被压缩了 就是说横向被拉伸了 在纵向呢 就被压缩了 如果我们希望在这一张 平面上的图像 显示的是不要被拉伸的 我们一种方法 是去修改我们的贴图本身 如果我们不希望去修改 我们的贴图本身 比方说这幅画 我们绘制它的时候 我们当然按照这样一个正确的比例 如果我不想去修改这幅画本身 那么呢 我就应该修改这个贴图坐标 或者还有一种方法 那就是呢 修改我们的模型本身 因为我修改模型 模型的时候呢 缺省是将它的贴图坐标 也同时加以改变 如果我将这个模型 本身的比例 匹配我们这张贴图的比例 那么自然也就可以 将它正确的表现 原来的这个贴图的这个比例了 如果我连模型都不想改 那么我也可以去修改 这个UV的数值 来使我们的这个贴图显得正确 那么在MAR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窗口 叫做UV Texture Editor 我现在已经选择这个面 从这里呢 确实我们可以看到 这张图像显示在这里 并且是一个 并且被压缩了 它显示在一个从0到1的范围之内 这一个面显示在这里 我现在选择这两个UV点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呢 也表现出显示了这个两个UV点 我可以切换到移动工具 可以在这里进行移动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在三维空间中 我们可以看到 贴图发生的变化 在这个平面上面 我们看到背后的那张图像没有变化 但这些UV点 贴图坐标 也就是UV点 我们在移动着它 当我们向外移的时候 在三维场景中间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呢 有一些重复 但是这个图像的比例 我们就进行了修改 这个窗口 就是从我们的贴图坐标的坐标系上看过去 我们的贴图和我们的这个多边形上的点 应该处于这个坐标系上的哪一个位置 按照缺省的 那么我们这些点 这个点它就应该处于这个贴图坐标的0 0的位置 那么这一点呢 就处于它的1和1的位置 这些呢 是比较好理解的 这是单个面的情况 如果 我的模型不止一个面呢 现在我使用Maya的工具 将这个面扩展出一个面 我先将这个窗口切换到 front的视图 在这个视窗中间 我使用Polygon Append to Polygon Tours 我将它扩展出一个面 先说我扩展出这样一个面 一个三角形的面 那么在这里我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呢 由于缺省 我创建的这样一个面 它同样的 也放到 0和1的位置上去 也放到这个里面去 所以呢 看到这一部分 它就截取了这一部分的图像 贴到了上面去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局部 我还可以在这里呢 增加 增加一个点 我将它使用Subdivision Subdivision 那么这里呢 我就增加了一个点 看到增加了一个点 现在对于贴图而言 没有任何的变化 那么这个点呢 它就位于这里 选择它的贴图坐标 我们可以看到它 位于这里 那么这一点 我们看它X轴的方向 比方说是 0.6级 比方说0.62 在外的方向呢 是 0.2级 那么 0.2级 那么这一点 如果我们在Footoshop上面 同样的是 寻找这一点 0.6的位置 0.6 比如说在这里 0.6的位置 上去 然后这边0.2级的位置 上去 那么在这里 它就寻找到了一点 那么这一点 它的颜色数是什么呢 我们打开 打开这个 Windows 打开Infer 我们刚才呢 寻找的是 这一点 比如说这一点 在这一点 在这一点 在这里有个RGB值 我们可以提取出来 这个RGB值 这个RGB值呢 是 R是73 G是77 B是80 那么这个值 那么这个值 在渲染的时候呢 它就将这个值 贴到 对应到我们Maya的 这个Color 因为我们在这里 做贴图的时候 是贴到它的Color上去 那么它就从这个图上 找出了一个RGB值 然后对应到这个Color的RGB值上去 这样呢 就是完成了贴图的过程 那么这就是贴图的原理 这个贴图坐标 现在它是重复的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 我们这一张 这一个面上面呢 它的这个图像呢 是出现的是重复 由于他们的贴图坐标呢 是重复的 我们为了能够在这样一个面上面 我们得到不重复的贴图 我们就需要去修改它 我现在呢 先将 先将我们的模型修改一下 你说我修改成 这种形状 然后我需要将这个面呢 将这个面上的贴图 平整的 不要进行重复 那么在贴图坐标上面呢 我们就不能让它们重复 选择贴图坐标 我应该移动它 你说我移动到这里来 当然在这里呢 依然是重复的 所以我需要将下面的 整个的这一个点 两个点 三个点 四个点 这四个点的贴图坐标 都移开 我要选择 比如说 我应该移到这上面去 上面去 那么这一点的贴图坐标 我移动 移动到上面去 但是在这里我可以看到 我移动的这个呢 是另外一个点 所以我选择错误 回退 西伏的键 选择另外一个点 这样呢 我就正确的选择了是 我们绘制的这个 这个点 我将它移上去 这个贴图坐标 同样的错误 所以我西伏的键 选择正确的 把它移上去 这一点也移上去 现在呢 我把它移动到这上面去了 我先目测 尽可能的 先目测 但我们可以准确的 把它对上去 但暂时呢 我先将它目测 我把它放到这里来 放成这种样子 在UV贴图坐标上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子 但是实际上 它的贴图呢 仍然是不正确的 这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 这个贴图坐标 它呢 是重复的 当我们超出 零和一的范围的时候 它自动的再 放一个零和一的位置 那么从这里呢 比方说在这里 在Y的方向上 已经到了1.1 1.2 1.3 1.4 那么它事实上呢 它把它减掉 那么又回复到 这部分位置 所以呢 我们要想 让整个的 这两个面 它们 都不要重复的 能够贴上 这一张图像 我们应该将 整个的UV 缩到 这个范围里面去 我现在选择 所有的U和V 切换到 移动 切换到这个缩放键 可以向下缩放 当然我也可以只选择 上面的这个UV 然后呢 向下 可以向下移动 移动到零和一的位置上去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呢 它 就是 就是一张完整的贴图 贴到我们的这两个面上去了 更多的面 那么我们就可以类比了 更多的面 我们就需要将 我们的这个 已有的这些贴图 我们需要将它呢 缩得更小 放得更小一些 那么这个面 它就 这两个面呢 它就只占据 我们这图像上的 一个很少的一个局部 然后腾出其他的面 去占据其他的位置 扩展到我们的一个完整的模型 比如像这个模型上 那么呢 每一个 每一个面 它就应该只占据 这贴图上的 很少的一部分 我们通过 这样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面 来了解了一下贴图坐标的含义 我们现在来考虑一个完整的模型 像这样一只老虎 如果我们这样一只老虎 是采用 一个基本的多边形 比方说 一个cube 然后进行 在我的教学中间 所使用的方法一样 我们使用的是 挤出面 挤出边 等等的一些方法 一系列的方法呢 来生成的这样一个模型 那么 用这种方法生成的模型 如果我们在开始的时候 没有考虑这个贴图坐标的时候呢 我们现在 点击它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 贴图坐标 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的乱 完全分不清楚 因为我们做多次操作的时候 我们完全没有考虑 它这个贴图坐标的情况 可以在这里呢 我们 看见它是 非常的重复 非常的混乱 那么 那么如果我们给它一个贴图 在这里我们完全看不到 我们所想要的样子 当然了 我们最终不会把这样一个 莫娜丽莎的贴图付给它 比如说我们给它一个老虎毛发的 外观的这样一个贴图 那么像这样子的贴图坐标 我们是无法进行下去的 所以下一步呢 我们就应该对它的这个贴图坐标来进行处理 我们要处理成为一个什么样子呢 我先把这个删除 我现在切换到Side的试图 有一种非常简单的思维方法 那就是说我们可以从这侧面 对它进行一张 做一个贴图的坐标 这是一种非常低精度的 低水平的贴图制作的方法 比方说这张贴图坐标呢 是这样的 我们选择这个模型的身体部分 我在这里呢 是大致的做一下 然后从这个方向上 我把它呢 按照这种形状 给它制作一个贴图的坐标 就从这个角度上看过去 制作一个贴图的坐标 然后我选择头部 我当然了也是大致的做一下 然后呢 我从前视图 从这个方向上 我给它也制作一个贴图的坐标 就从前视的方向上 也看过去 那么这个操作的工具 如果您现在还不熟悉呢 我们可以暂时呢 不予理睬 那么它得到了是这样一个 最终呢 我在这里呢 将它 移动一下位置 调整一下 它们之间的彼此的大小 最后呢 又将它缩放回 这个0和1的这样一个空间 比如说我大致得到这样一个贴图的坐标 最后我使用一张什么样的贴图呢 使用这样一张 类似于像这样的贴图 使用这样一张贴图 这张贴图呢 我们是比较容易获得的 因为我们在拍摄的时候 给老虎 如果说我们去得到一张照片的话 我们从侧面是比较容易得到的 然后从正面 我们也是比较容易得到的 我们用这样一张贴图 贴到我们像刚才那样一个 像这样一个贴图坐标上去 最后我们得到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结果呢 很显然 它的左边和右边是完全对称的 而且我们不可能将它分开 正面呢 从这个角度上看过去 是平整的 但是呢 它的比方说耳朵的前面和后面 那么呢 就必然是完全相同的 那这些呢 结果呢 都是不太好的 让我们应该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我们在 有一些 呃 时候呢 我们会看到一开拨开的老虎皮 就是将这个老虎啊 死去的老虎 然后将它皮呢 完全 平整的拨开 我们通常呢 得到是类似于像这样的一张图像 这张图像 显得适得是 如果我们将一张老虎的皮 从它的肚皮这个地方 我们将它分开 然后平整的展开 那么我们大致能得到这样一种样子 我们制作的UV也应该像这种样子 我们接下去的教学中间呢 我们就是如何制作一个能够和这样子的一张老虎皮相匹配的UV坐标 那么 以后我们再制作像其他的四族动物 像老虎豹子 狮子 恐龙等等的 我们都应该得到像类似于这样子 一个UV的坐标 我们了解了我们要制作的目的 和目标 我们下面呢 就开始一步步的 那学习如何制作了 那么有些概念 和有些方法 我们应该在这个实力教程中间来逐步的深化学习 因为如果我们不去实践的话 我在一开始的时候讲解的再多 也不会完全真正的理解 我们只有自己亲手的去演示一遍 去做一遍 我们才能真正的理解 我们刚才所讲的这种UV坐标 它的真正的含义 下面呢 我们就开始一步一步的操作 UV坐标是附着在多边形上的一种信息 所以呢 它并不是多边形所必然有的 虽然我们在MAR中间创建多边形的时候 它自动的会有一个缺省的UV坐标 这个缺省的UV坐标往往不能够满足我们的要求 除非我们创建的模型是非常简单的 这样一些原始的模型 或者说我们对这个原始的模型只进行了非常非常少的这样一些变形的操作 那么这样一些UV坐标是可以使用的 那么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是要重新编辑我们的贴图坐标的 我们说过这个贴图坐标是附着在多边形上的一种信息 那么这个信息并不是多边形的必然组成成分 所以我们可以将它删除 也就是说多边形可以有UV坐标 也可以没有UV坐标 为了能够演示如何从您开始创建一个好的UV坐标 我现在来将这个模型上的UV坐标删除 Delete UVs把它删除掉 我还不能从当前的这种状态开始 因为这个模型左右是对称的 最后我们的贴图可以左右不对称 而且为了比较好的效果呢 我也建议左右不要对称 但是贴图坐标却可以对称 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去做一个左右不对称的贴图坐标 所以呢我们在开始创建模型的时候 我是先创建了一边 然后镜像过去 把两边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整体 但事实上呢 当时我们把它结合起来是为了演示这种流程 其实在制作贴图坐标之前 我们还是不需要将它镜像过去 并且把它结合了起来 所以现在呢 我还是要再将一边删除 留下一半 等我们把一半的UV坐标做好了 我们再把它镜像过去的时候 另外一半呢将具有和这一半的相同的UV坐标 这样会大大的减少我们的工作量 所以现在呢我应该将这一半的面 再删除 还是选择这一半的面 你将它删除 我们现在呢 从您开始来学习如何 创造一个好的 UV坐标 因为不存在一个工具 可以一次将一个复杂的模型的所有地方的UV都制作好 所以呢我们是将这个模型一部一份一部分的做好 然后呢再合成一个整体 制作UV 或者说编辑UV的另外一种说法 叫做斩平 斩平UV 那什么是斩平UV呢 就是这个物体上的UV坐标 就像每一个地方都像我们在正看着它一样 比方说 这个地方的UV就应该像我们用这种角度看着它 而这个地方的UV就像我们用这种角度看着它 从每一个地方的UV都像我们直接正对着看它一样 这样的UV呢 就是不拉扯的 我们现在选择这个模型的一部分 给它做好UV 我喜欢使用Parent Selection Tools来进行选择 我选择了这一部分面 我们来给它制作一个 这一段制作UV 我们给它做一个投射 在这里呢 它有这样一些投射方式 我们究竟使用哪一种呢 那我从当前这个角度看上去 这些面呢 基本上处于一个不拉伸的状态 所以呢 我可以使用平面投射 可以使用平面投射 那么极少数 有些地方呢 可能还是处于重叠的 那么呢 我可以手工去带它进行编辑 这是使用平面投射 我还可以使用Cylinder投射 甚至也可以使用Sphere投射 比方说 我来做一个平面投射 平面投射的方向 如果这个面 它呢 有很多面呢 它接近于和某一个轴 是垂直的 那么我就可以根据某一个轴来投射 如果没有 我可以使用一个相机投射 比如当前的 当前的相机 是 比如我选择这样一个 一个角度 然后选择Camera Apply 那么当前呢 它就对这一部分面 做了一个投射 可以看到 这一部分的UV坐标 我也可以选择 使用其他的投射 比方说 我 还是选择这部分面 我回退一下 还是选择了这些面 我可以使用一个Cylinder投射 Cylinder投射 Cylinder投射 现在呢 它这个 看到有点乱 那么我们对这个Cylinder呢 进行编辑 进行了Cylinder投射之后呢 它是用的一个圆柱 我们看到这个圆柱呢 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圆柱 而是半个圆柱 那么它为什么使用半个圆柱呢 原因 为什么这么做呢 原因就是 它就是给你 它给你的流程 就是先做这个身体的半边 然后到另外半边 所以呢 我们先对这个 我们先对这个 它这个操作感呢 进行旋转一下 切换一下背景的颜色 你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一些 你可以看到 关掉格子好了 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我们应该将它旋转到这样的一个角度 然后 我们旋转到这样一个角度 如果我取消掉了这个操作感的操作感呢 我可以在它的这个历史记录中间 重新选择PolyCy Project 重新可以把它呢 叫出来 这里我可以把这个视窗 给换一下 比方说换成左右 这边是我们的 Perspect的视图 那么这边呢 我们把它切换到 切换到Editor 我们可以移动它 切换到 移动 我们应该移动到哪里去呢 我们移动的时候 我们可以根据这里边的数字 我们可以显示它 我们看一下这里一个X轴 那么在X轴上为0的时候 它应该恰好和这个中线 就是我们的这个中间的这个轴呢 是相同的 所以我们就应该 X轴呢 就应该是0 那么恰好放到这边 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Cylinder投射 它为什么只给我们半边的这个 这样一个操作感 当然它也有选项让我们是360度的 我们切换到我们投射的这个属性 我们可以看到Project Height 这是它的比例 那么Sweep呢是180度 我们可以把它变到360度 但是在这里呢 180度得到的这个还是最好 因为它的这个拉伸呢最小 这是它的长度和它的直径的比例 还可以呢 直接在这边旋转操作 那么操作的呢 也是这样一个 也是同样的一个节点 这是另外一个缩放了 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使用平面的投射 或者Cylinder投射 都是比较好的 其实我们也可以使用 Sphere投射 也就是一个球形投射 那么究竟是使用哪一种 您可以根据您自己的喜好来操作 比方说 我选择 用这个头部 整个头部 我觉得它就像一个球 那如果 我觉得像一个球的话 那么我就可以 使用一个球形的投射 也就是说你的 你的模型的那一部分 更加像什么 您就去使用什么 比如说头部 我们可以呢 选择一部分 使用平面的 我可以使用一个 这一部分呢 我可以使用一个 Cyning的 一个圆柱体 那么我也可以使用一个球形的 那么像有些部分 比方说这个腿 腿这部分呢 很显然使用Cyning的 也就是圆柱呢 是最合适的 这个身体呢 也是使用圆柱 是最合适的 比如说这里 我也可以使用一个 球形 Sphere 我看到这个Sphere 和Cyning的一样 这个操作感显示出来 它也是一半的球形 所以我们 还是将它旋转 这个角度 切换一下操作感 这边90度 然后呢 它 我们向中间 移动 我们把它的X 视为0 那么操作感的切换呢 是在这里 这样一个形状 我们就可以切换为 移动 还是旋转 还是 其他的一些操作感 那么这其他的操作感 比方说 我们这里可以把它切换成为 360度的 调整为360度 那么180度呢 还是最为合适 就180度呢 是预备着给我们用半边 身体的一半来做好 然后镜像过去的这种工作流程 那么 那么经过一些调整之后呢 我们也可以将这个头部呢 得到一个基本 可 可行的 一种投射的方式 然后还有少数的地方 肯定有一些 交叉 那么我们再去处理 那么这是球形的 不过在这里呢 我认为还是使用平面的 是最为合适的 所以我还是选择平面 我还是选择平面的 选择它 然后呢 我们到这样一个角度 CAMERA 现在这一部分 我们基本上就投射好了 但是您可能刚才会觉得 我这部分 比方说我取消掉了选择 取消掉了选择之后呢 我重新再做这样的选择 我也觉得很麻烦 所以呢 我可以存储一下 这个快速选择 存储一下 但是呢 我们存储这样一些快速选择呢 也还是有点麻烦 所以呢 在这里呢 我向大家推荐一种比较好的办法 我怎样把这样一些选择存储下来 然后可以重复利用 又比较方便呢 那就是我选择了这一部分之后 我给它赋予一个材质 比如说 我还是回退一下 比如说我选择了这一部分 我给这一部分呢 创造一个材质 我用材质来区分它 我现在先删除掉场景中间 不用的一些材质好了 创建一个 这个材质 这个取消掉选择了 所以呢 我应该使用右键 然后material assign new material 使用lambart 那么呢 就指定了一部分 一个lambart 我把刚才创建这个材质的颜色 比如说这种颜色 那么以后要选择它呢 我就比较方便了 因为很直观 有颜色进行区分 那旁边我选择了另外一部分 那我就创造另外一个材质 说我先将其他的部分都隐藏起来 就是isolate isolate我们这个模型 还有其他的一些模型 我先把它隐藏起来 还是选择到面的 再选择这一部分 我选择了这一部分之后 我将它创造另外一个材质 material assign new material lambart 因为在制作这个教学的时候呢 我不得不使用1024768的分辨率 事实上它只使用了 我的分辨率的屏幕的一部分 所以呢 在使用这个右键的时候呢 是不太方便 所以我换一种操作方法 打开shelf 在shelf上面呢 我们切换到rendering rendering上面呢 我选择这些面之后 我想给它创建一个材质 我只需要点击这个材质球就可以了 那么它就会在你选择的这些物体 或者是面上创建一个新的材质 这样呢也是比较方便的 但是无论如何 我选择这部分面 然后就创造这个材质 然后修改这个颜色 这些工作呢 是一个重复的简单的工作 所以呢 我还是使用一个脚本去完成它 那么在我这里 有一个脚本 那这个脚本呢 是免费发行的 我们非常感谢作者提供像这样的脚本 那么关于脚本的问题 我们在这套教学中间 我多次做了一些说明 在互联网上 我们流传了非常多的 这样一些免费的脚本 我们非常感谢这些作者 无私的奉献 那么这个脚本的工作方法呢 是这样的 这三个钮 后面这三个钮 我们先选择面 说我们选择这些面 选择这些面之后 我只需要点击这个按钮 那么它就自动的 替我们创建一个材质 并且呢 颜色随机的给了一个颜色 这就比较方便了 我们选择工具还没有被取消 所以我们接下去进行选择 现在呢 我使用的是 都是希望能够使用平面的投射 所以我选择这些面的时候呢 我就比方说从这个方向上 我们看上去是一个平面的 平面的投射 我就选择这一部分的面 然后到这个方向上 选择这些面 它符合一个平面投射 比较少的拉伸 所以我选择这一部分 用这种方法呢 是比较快速 可以把它分出来 那么这下面呢 其实呢 未必都要使用平面的投射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下面 可以比方说这边 我们可以使用球形投射 或者使用圆柱体的投射 都可以 那平面投射呢 也是一个试用面很广的方法 我现在呢 先做了这样一些区分 然后我们下面呢 就把这一部分 我们先学习一下 如何将它结合起来 我们了解了原理 我们再往下来制作 我还是切红 打开一个hypershade hypershade 我打开hypershade的目的是 利用我刚才随机指定的 这样一些材质呢 将我们分的那些组呢 重新把它找出来 比如说这一部分 我要选择这部分材质的 我就select object with material 我们把这一部分面呢 我们就选择了 我们要选择这一部分呢 我们就选择它 比方说我们选择了 这一部分的面 这一部分的面 它在这里 我们看一下这一部分 看一下这个颜色 选择这一部分的面 是这样的 那么这些呢 刚才在做一些操作的时候 可能都已经给了它一个 一个贴图坐标 不过呢 我现在还是从头开始 比如说我刚才 使用平面投射 我是投射了这一部分 现在我需要和它相邻的部分呢 做一个投射 我选择到这样一个面 然后 planner mapping 选项呢 还是不做改变 还是使用camera project 现在呢 做了这样一个投射 看到这里 由于刚才做了这样一些操作呢 有点乱 所以我现在呢 希望能够把它 拿到一边来 进行操作 先选择所有的UA 将它拿到一边去 然后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因为我们已经做了一个平面的投射 我们是需要的 所以我选择这一个 一个UA点之后 然后到这个 editor中间 UA texture editor中间呢 选择 contra键 加上右键 就出现一个 这样一个选择 我们到to shelf 那么 我们就可以把 这一部分都选择了 不过这一部分呢 当前呢是 当前是使用 把这全部都选择 因为我刚才呢 为了演示这个球形投射的时候呢 就 把这部分呢 都做了投射 所以这就不对了 所以我还是选择这一部分 我还是把这个 把 这一部分选择出来 我还是要给它做一个平面的投射 planner 把它选择出来 然后 这一部分 我要把它的选择出来 它的材质是这个 选择它 然后到这样一个角度 planner mapping 好了 现在我希望吧 还是把它们移到一边去吧 移到一边去 但是 这一部分和这一部分 我应该拿到这里来进行编辑 所以呢 我就选择这一个UV 然后 contra加上右键 to shelf 把它拿上来 选择这一部分的一个UV点 然后contra加上右键 to shelf 到这边来 现在我希望将这两片呢 缝起来 我们是分开投射的 但是最终呢 我们是要把它缝起来的 那么谁跟谁进行缝起来呢 我在这里呢 切换右键切换到age 选择这个age 看到是这个 这就是他们的交界的地方 我一看到我选择这个age的时候呢 是 这边也是高亮的 这边也是高亮的 如果 觉得它这种颜色 不是很清晰的话呢 我们不妨把它修改一下 那么是如何修改这个颜色呢 我觉得我经常觉得它这个颜色 分的不是很轻 因为像这里是白色的 这些边是白色 然后这种 这种肉色的 我觉得不是特别的显眼 很妨碍我进行观察 所以我倾向于都将它改变掉 但是我改成color 那我应该改什么呢 在它这个active components components polygon edge polygon edge 我把它修改一下 我说修改为大红 我觉得大红的要比刚才要显眼多了 save 那么现在选择就看得要清楚的多 那么这一边和这边是实际上在空间上的这个边呢 它们是同一个边 但是在这个UV坐标中间呢 它们是分开的 也就是说 比方说这里的点 这里的一点 它呢是具有不同的UV 不同的UV值 它们实际上UV值 我认为应该是不是附着于这个顶点 而是附着于这个面 这个面的 所以 所以呢这里是分开了 我们现在希望能够将它缝到一起去 在有些软件中间呢 是我们如果选择这个UV 我们可以选择UV 然后呢 移动它 我们移动到这里来 它去自动的锁定到一起 Mine呢 没有这个自动锁定的功能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锁定它到一起 我们可以按住V键 我们按住V键就可以锁定了 这样 那么现在只是呢 一种锁定 现在我呢 是把它放到一起去了 它们就是一种锁定 那么在有些三维软件中间呢 它放到这里来之后呢 它自动的就锁定到一起 但是呢 它 我又拉开了 它都 它就立刻就被拉开了 那么Mire呢 它可以把这两个边呢 的UV呢 把它 把它缝合在一起 缝合在一起 缝合在一起的时候 我再拉开它呢 就拉不开了 拉了它两个都会一起被拉开 这是我们把它缝合在一起 缝合在一起的方法是这样的 我选择这个边 实际上我现在选择这个边 实际上是只有一个边的 在UV上面呢 可能表现为两个 但是在空间上是只有一个边 然后使用这个 我们直接使用这上面这个菜单 可以使用 Sue UV Sue UV 或者使用这个 Edit Polygon Textures Sue UV 那么这些菜单和这里的菜单呢 是同一个 它们执行的是同一个命令 那我现在呢 回推一下 Sue UV 我可以选择这个边 我不需要去把它移动到一起去 我直接使用Sue UV 那么它也可以自动的就结合到一起 我还要进行观察 我发现这一部分的边 比这个边呢要长一些 也就是说 这个投射 要比这个投射呢 要大一些 那这个呢 是不符合我们的要求 我们希望它能够产生布拉伸 所以我就希望呢 把这一部分呢把它缩小 所以我选择UV 然后右键 Ctrl键 我们选择下右键 我们选择整个Self 切换到缩放工具 我们把它缩放一下 通过目测 看的这个两个边呢 是基本上是一样大小了 就可以了 我们看这一边 它是这里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 就没有对的很好 但是我们只能就一个 这里我们就可以移动它 我们可以移动它 也可以不移动它 比方我选择这个边 我刚才是使用 Seal UV 那么只把这个边的UV呢 把它缝合在一起了 我们可以Move and Seal UV 如果使用Move and Seal UV 它会将 其中的一片 一般来说它使用比较小的那一片 比较小的那一片 把它移动到大的那一片呢 上去 那么这里呢 就可以使用 Seal UV 它就把它缝合起来 这一边也可以把它缝合起来 这里也可以把它缝合起来 那么这里呢 就把它缝在一起了 如果我们不是把它缝在一起 而是直接把它移动到一起 那么在渲染的时候 是不会有任何问题 如果您能够保证 它这点呢 人家真的在一起的话 那么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但如果缝在一起呢 因为我们就不可能误操作 比方说选择这点 然后把它拉开了 是不可能的 在有些软件里面呢 它是没有这个 直接是说把它 Seal把它缝在一起 而是直接靠在一起 它自动的就把它放在一起 那么它也不会有这样的 拉开的问题 因为Maya呢 它不是自动的把它放在一起 所以呢 我们就应该使用Seal 把它缝在一起 但是我们使用平面投射的方法 在某些地方呢 我们这些UV是重叠的 比方说 在这里 这个地方的UV 我们明显看见它是重叠的 那么这种重叠如果非常多的话呢 我们有一些解决方法 少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手工来操作 比方说现在呢 是非常的少的情况 选择这个点 我们把它拉过来 那么在这里呢 仍然也有一些 也有一些地方是重叠的 我们可以手工来拉动它 它非常少的时候 我们可以来这样子来拉动 如果觉得拉动很麻烦的话呢 我们可以使用它这里面的 Relax Relax Relax是什么呢 它自动的放松 放松之后呢 那么一些重叠的地方 我们可以将它解决 比如说选择 整个选择这一部分的shelf 把这个都选择 然后使用 RelaxUV 在 RelaxUV option中间 我们先 Reset 使用缺省的设置 Age Wait 现在缺省的是使用 Uniform 这什么意思呢 是说在这个UV的坐标系中 它不考虑 这些U和V点呢 之间的距离 其实呢 就是指的是这个边线之间的距离 不考虑它实际距离有多长 所以呢 就是统一它们 Uniform 另外一种选项就是WaterSpace 有这些边线 它要考虑原来那些边线之间的长短 比方说 在原来的模型上 这个 这个呢 要比这个长 所以呢 它就尽量的让这个点和这个点 当然指的是 这个UV点 UV点之间的距离呢 它就让它比较长一些 我们可以看到 很显然这个WaterSpace呢 它就更加接近于 原来的样子 Pin UV 就是说我们对它进行放松 进行操作的时候 我们要限制一下 哪些UV我们不希望去更改 所以呢 我们尽可能的要使用Pin UV 缺省是Pin UV Border 就是对于这个边线 这个边 这个Border 它尽可能保持它不变 因为这种 对它放松呢 它是逐步计算的 算一次 然后再看一下 然后再算一次 所以它是逐步趋近的 所以呢 就有一个计算多少次的问题 最大呢 是计算五次 因为它有一个逐步趋近的问题 所以我们有时候呢 会发现一次计算不够 我们还可以再计算一次 所以我可以多点这个 多点几次 这个relax 多点几次apply 我们先试一下这种 在缺省的状态下 我们看一下 我们apply 看它有什么变化 发现呢 它有 把它做了这样一些变化 我们回退 我们 看到它呢 有很大的变化 除了边线没有变之外 中间的都有 都很大的变化 所以我们要尽可能去使用Pin UV 因为在 我们说过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在做这样一个投射的时候呢 是从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平面上去的 我们尽可能的是 不要去改变它 我们现在要改变的是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看一下下面的 Pin Selected UV 就是说如果我选择一些UV 比如说这些UV 我选择了它 那么Pin的时候呢 这部分就被 就被保留了 不去动了 现在我 加选 这一部分 当然了 这个如果我现在的是 Pin Selected 当然还有这些边线的是不会改变的 我们Apply 我们看到了它仅仅作用于这些点 所以我们在使用这些工具的时候 我们尽可能的去约束一些点 让这些点呢去不要发生的改变 我们看到这个工具它不是万能的 在有些地方呢 它是还是仍然有重叠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仍然有重叠 所以在它不能达到我们要求的时候呢 我们就应该手工去做 用这里很少的一些点 我们手工移动一下 就可以了 现在在这一部分区域就不会有重叠的点了 它的UV不会重叠 我们来手工观察一下 这里也没有重叠的 其实我们应该有一个更好的工具 来检验一下它是否重叠 比方说重叠呢 它就应该用另外一种高亮的显示 但是作为Maya的缺省的工具中间呢 没有很可惜 没有这样一个 没有这样一个工具 那么这一部分和这一部分的UV 我们就 它们已经没有重叠的 并且呢是已经开始展开 但我们看一下在这里 这个边线 我们希望呢 在这个方向看上去 它应该是直的 因为最后呢 我们要把它 要左右要对称的 所以一开始投影的 其实呢 我们应该是选择 在这个方 在这个方向上去投影 要更加合理一些 更加合理一些 这样投一下 然后到这样去投一下 但现在已经是这样子 我们刚才投射的时候 是选择了这样一个方向的 也不要紧 因为我们还可以旋转 这整个的 那么我就选择UV 然后 to shelf 我们可以旋转一下 旋转成这样 那么这些 这一排 因为最终呢 我们是希望它左右对称的 所以这一排呢 我们希望它能够 能够是 一条直线 选择这些点 希望它一条直线 我们可以使用放缩的工具 不过在这里有一个快捷的方法 点一下 那么它就向左边靠起 向左边对齐了 这里 我们可以把它跟下面对齐 上面我们看一下 这一个边是哪里 是这里 应该过来的 好 我们再看上面这一根 这一个 我们还是要 选择这一部分的面 然后进行投影 打开hyperc 看一下这里 我们将上面的选择了 planner mapping 我们还是使用这个camera opline 可以在这里稍微旋转一下 尽可能的让这个边的保持一个直线 然后选择一个ue点 to shelf 向上移动 将它缩放一下 我们要保持它们的比例 是相等的 选择这一根边 这个边 它是这儿的 这个边 选择这个边 我们来seal 这边 按旗键重复上一个命令 那么这里 这里也同样的可以seal 嗯 这边 使用的就跑出去了 这边的一个 你可以手工 移动一下看 这中间的是耳朵 我们先将耳朵这个地方 我们先将它留下来 留出一个空 如果说我们也可以 比方说我选择在这样一个角度 然后把耳朵投射进去 因为耳朵这里呢 它实际展开面的面积是非常大的 如果采用这种方式呢 把它投射上去 因为中间有一些地方是有重叠的 重叠的也不要紧 我们可以把它 我们可以使用relax工具呢 我们把它 把这种重叠的东西解决掉 但是有个问题呢 就是这个耳朵呢 它本身 它展开面积是非常大的 如果我采用这种方式 把它放到这一个 小区域里面 那么就最后就会导致 这个耳朵上面这些面所占的面积 非常的小 那么这一部分的贴图的分辨率就不够 这个贴图分辨率不够会带来很大的问题 比方说这个老虎 最终我们是要用它来创 在这上面的制造毛发的 那么毛发 毛发的生长 在哪里生长的多 在哪里生长的少 是如何生长的 它这是 它是靠什么东西来 来决定的呢 它是和这个UV 是有关系的 UV坐标是有关系的 所以呢 我们不能够这样做 所以呢 我先将这个耳朵 在这部分呢 我将它控出来 然后在 最后呢 我们再来处理 现在先将这部分选择 做了一个平面投射 选择 选择一个UV点 然后在这里 to shelf 把它移开 你要缩放一下 然后我们选择一个边 我们看到它是这样一个边 我们直接使用 Move and sewUV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选项 它的选项是 Limited Piece Size 这个选项中间只有 Limited Piece Size 在我们这个里面呢 它 我们不需要这个选项 我们先忽略掉这个选项 我们在合适的时候 我们再来讲解 这个选项的含义 Move and sew 其实我们可以这样选择 说我们可以这样选择 比方说我选择了这么多 那么其中包含呢 不是这个边线的 这些Age 我来执行 Seal 或者Move and sew 它并不会影响结果 所以呢 我们用不着非常仔细的去进行选择 那这样呢 这个地方就会拉的非常的长 非常的开 其实我们应该 将这里呢 应该稍微的缩一下 在这个进行这个编辑的时候呢 我觉得Move and sew 工具中间缺少一些好的东西 虽然别的软件也没有 如果说它能够在这个窗口中间 能够像我们在动画中间使用一个Lattice一样的工具 比方说这些做一个平面的Lattice 然后我动这里 然后它就可以过去 那就太好了 或者说我可以使用Artisan工具 就是画笔工具 在这里呢 进行喷绘 也太好了 但是现在呢 我们依然要通过自己去编写一个脚本来实现 让这个Artisan工具在这个窗口中间能够烹毁 说我对这一部分 它的这个UV不是很满意 那么也可以使用RELAX PINUNSELECTED UV 怎么对它呢 别的地方就没有做改变 这里呢 就有一个调整 所以这个RELAX是非常好的工具 但是一定要学会使用这个PIN 就是说限制 把效果呢 限制在一个范围之内 否则的话 出现一些 您辛辛苦苦制作的东西 却使用这样的工具去破坏掉了 就是非常可惜的 这里也把它seal 把它缝合起来 那就是像这样的步骤 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做下去 有些过程呢 是相当繁琐的 所以UV的这个编辑是非常繁琐的一工作 我认为UV的编辑本身没有特别强的智力性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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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UV的编辑本身没有特别的智力性的工作 我认为UV的编辑本身没有特别强的智力性的工作 我认为UV的编辑本身没有特别强的智力性的工作 我认为UV的编辑本身没有特别的智力性的工作 我认为UV的编辑本身没有特别强的智力性的工作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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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绿色 中文字幕提供 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是好的 中文字幕提供 提供 提供 在模式 圆住 这样 提供 提供 我们可以一直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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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